昨天我在视频中说了 我们有一批全新的服务器 宁创的R620G40服务器 然后我说当时是没有拍开枪视频 也没有拍开枪的照片 好多人在下面评论区 或者私信问我 让我赶紧拍开枪的照片 开枪的视频 怎么说 因为新的机器 没开枪的话 如果你开枪的话 怎么说 看起来就不是太好了 出一口口不是太好了 但是我这 我们这个办公室门口 有一台这个全新的 一会儿我给你开枪 我让你们看看 我给你打开看看去吧 看到吗 这是一个宁创服务器的 一个圆包装的机器 圆包装的一个箱子 然后打开 我刚才没找到这个一个刀 我直接用这个笔 直接笔划开 不是你们看见 我自己拍不太方便 自己拍这个箱子比较大 这箱子比较大 我自己拍也不太好拍 然后你们就凑合着看吧 这是绝对是圆包装的 没有拆的 箱子没拆开 而且是服务器都是在质保 去呢 都在质保呢 不太方便 然后这是那个什么 导轨 这是导轨 服务器导轨 你要把那个机柜上装的时候 导轨必须用 这导轨再放一遍 这是电源线 这一般的服务器上面都是容易电源嘛 两块这个电源 它只有两根电源线 这是个说明书 再不用看这个保修卡什么资料 这个资料清单什么的 不用看 我自己拿着还不太好拿 因为它这一台服务器比较重 我打开这个口 口在哪边 这另外这个服务器还用那个什么一个袋 包装袋包着呢 需要从那个里面拿出来 然后我这就不拍了 我从拿出来再给拍 机器从箱子里搬出来了 从袋里包着袋里拿出来了 机器比较沉 大概有30多公斤嘛 因为它配置都有 所以比较整体来说比较沉 因为这机器是全新的嘛 不是你看这个防干 那个什么那个干燥机的干的袋还在呢 这个你看这个标 都是全新的 因为是新机器没打开过的 它是都是有这个标签 就是保修 保修的一个标签 盘是这样的 就是12大盘的 12大盘是 说是12大盘 但是装着两个 两个这种小盘 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边这个这个不用开机看 它都装小盘 2.5寸的小盘 你看上面这是600G的 600G的小盘 这两块 再不用看了 再把机枪打开 因为它这个你要打开这机枪的话 通这个还得把它这个什么 保修这个这个标志得弄掉 这扣掉扣掉是吧 不行 对拧一下 拧一下 然后再一扣就开了 看来 因为这个 这得两个手 两个手 一个手开不了 我再说 又再停一下 我知道为什么开不了了 这因为它是有两个螺丝的 这两个螺丝 我不知道在那后屁股上能看见吗 有两个螺丝 把两个螺丝拧了 它那个机枪盖才打开 看起来都是全新的 把导风罩拿了 看看内存 内存是32G的 3200的 一共是这几个 这是8根 1-3根 胃 2根 1-3根 2根 2根 1-3根